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深受法器现年年倒退困扰,现年35岁的威廉王子近日出席活动,他的顶上乌毛成为媒体焦点,这顶新发型花了他180英镑,约7300元台币,引起媒体网络热议,但高额的礼法费用有网友直呼,这真的太贵了。 综合媒体报道,伦敦时间18日,威廉王子出席维利娜伦敦儿童医院Evelina London Children's Hospital活动时,他的新发型成为焦点,从正面看过去顶上乌毛,但仔细一看,两侧和后方仍有非常短的头发。 据悉,威廉是向妻子凯特王妃的发型师沃德,Richard Wood寻求建议,并花180英镑请来沃德助手,在肯兴顿宫Consington Palace,为他新发型操刀。 威廉王子新发型曝光,外界看法不一,有发型师许多网友大赞减得好。 一名苏格兰知名发型师布里顿,Dylan Bretain,表示,威廉经常抛头露面,但他决定斩断3000根烦恼丝,不仅是充满自信的表现,这发型令他更亲民,更像平凡人。 不少网友则说,太贵了,要花180元英镑替光。 英国媒体普遍也笑看威廉的新形象,每日电讯报标题如何优雅地离头。 G,Raceful,Balding,泰晤士报,则大碗写英公,把天佑吾皇,God save the king,说成天天皇后,God save the king,美国媒体已震惊,unbelievable,出乎意料的,unexpected,台湾媒体则已受够被取笑秃头,亮眼。